第三章 施洗若汗在曠野傳道 該撒提彼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雕彼拉多作猶太巡虎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肥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 雷薩獵作阿比利利分封的王 阿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 那時薩加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 上帝的話臨到他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大地方 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正如先知以塞亞書上所記的話 說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收直他的路 一切山話都要填滿 大小山崗都要削平 彎彎彎的地方要改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上帝的救恩 若看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 毒蛇的種類誰只是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情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 給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 父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撼下來雕在火裡 眾人問他說 這樣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回答說 有兩件衣裳的 就分給那沒有的 有食物的 也當這樣行 又有歲利來要受洗 問他說 夫子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除了麗定的數目 不要多取 又有兵丁問他說 我們當作什麼呢 約翰說 不要以強暴代人 也不要討詐人 自己有錢糧 就當知足 必有聖靈與火的洗 百姓指望基督來的時候 人都心裡猜疑 或者 約翰是基督 約翰說 我是用水 給你們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 比我更大的要來 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 給你們施洗 他手裡拿著波機 要陽靜他的牆 把脈子收在倉裡 把腔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約翰宅被欺律 被囚 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 勸百姓 向他們傳福音 指示 分封的王欺律 因他兄弟之妻欺羅底的緣故 並因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受了約翰的責備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約翰收在監裏 耶穌受洗 眾百姓都受了洗 耶穌也受了洗 正討告的時候 天就開了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 形狀彷彿革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悦你 耶穌的家譜 耶穌開頭傳道 年紀約有三十歲 依人看來 他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希里的兒子 希里是瑪塔的兒子 瑪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雅娜的兒子 雅娜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阿摩斯的兒子 阿摩斯是拿紅的兒子 拿紅是以斯里的兒子 以斯里是拿該的兒子 拿該是瑪亞的兒子 瑪亞是瑪塔提亞的兒子 瑪塔提亞是西美的兒子 西美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約阿娜的兒子 約阿娜是利薩的兒子 利薩是所羅巴伯的兒子 所羅巴伯是薩拉鐵的兒子 薩拉鐵是尼利的兒子 尼利是墨基的兒子 墨基是阿底的兒子 阿底是哥桑的兒子 哥桑是以摩當的兒子 以摩當是以的兒子 以是約翰的兒子 約翰是以利以謝的兒子 以利以謝是約令的兒子 約令是瑪塔的兒子 馬塔是利美的兒子 利美是西面的兒子 西面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約瑟的兒子 約瑟是約南的兒子 約南是以利亞境的兒子 以利亞境是米利亞的兒子 米利亞是馬南的兒子 馬南是馬達他的兒子 馬達他是拿丹的兒子 拿丹是大衛的兒子 大衛是耶西的兒子 耶西是俄比德的兒子 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兒子 波阿斯是薩門的兒子 薩門是拿順的兒子 拿順是阿米拿達的兒子 阿米拿達是阿蘭的兒子 阿蘭是希斯倫的兒子 希斯倫是法勒斯的兒子 法勒斯是猶大的兒子 猶大是雅各的兒子 雅各是以撒的兒子 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兒子 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兒子 他拉是拿學的兒子 拿學是西綠的兒子 西綠是拉吾的兒子 拉吾是法勒的兒子 法勒斯希伯的兒子 希伯是沙拉的兒子 沙拉是該南的兒子 該南是阿法撒的兒子 阿法撒是閃的兒子 閃是羅亞的兒子 羅亞是拉麥的兒子 拉麥是馬土薩拉的兒子 馬土薩拉是以撒的兒子 以撒是雅列的兒子 雅列是馬勒列的兒子 馬勒列是該南的兒子 該南是以撒是的兒子 以撒是塞特的兒子 塞特是阿當的兒子 阿當是上帝的兒子 作詞文字幕臨時 歐程 汗 進行 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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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